马上又要到周末了 您知道本周最热门的讨论话题 还有最热搜的关键人物是谁吗 网友新闻根据了网络社群平台 进行了大数据分析发现 热搜第一名的是总统蔡英文 主要是因为一力一休 还有蔡总统出访期间 大陆的辽宁号绕台导致 另外还有国民党和时代力量已上榜了 是什么行业题让网友热烈讨论呢 赶紧来看我们的分析报道 本周热门话题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就是蔡总统出访啊 对这个是蛮有印象的 比较多人讨论是一力一休吧 为什么 因为跟大家的就是薪水啊 或者是休假的那个福利有关系 所以大家就各持己见 总统出访不在家 但总统二三世 民众还是很关心 华宇新闻台根据网络社群平台 关键字搜寻就发现 本周勒搜冠军就是总统蔡英文 第二名是台北市长柯文哲 国民党时代力量冯光远也上榜 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外交来努力 总统蔡英文关注度会这么高 主要还是因为一力一休心智 辽宁建号绕台 以及婚姻平权修法议题持续发酵 柯文哲则是因为上任两年 让台北市减债三百亿 登上热搜人物亚军 至于冯光远宣布退党 痛批时代力量变国运昌龙党 讨论度也很高 而最特别的是 北农总经理韩国瑜 才宣布角逐国民党党魁 短短两天就成讨讨论亮点上榜 韩国瑜的部分因为这个消息 就是真的来得太突然太刺激 然后再加上他之前 就是在台北市议会就是 如同战胜般的表现 就让大家就对他很有兴趣 也造成他宣布 请吃北农总经理探选 然后探选国民党当主席之后 大家就是讨论热度很高 毕竟韩国瑜敢怒敢呛 生动的发言充满戏剧张力 也难怪吸引网友关注 一周十四 环玉新闻帮您锁定 那您有跟着Follow上吗 环玉新闻 严俊强 刘亦如 台北报道